虽然已迈入21世纪的2024年 但垃圾虫的恶劣行径似乎到处可见 让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不禁感叹 有关恶习究竟要延续到何时 尼可敏周六4月6日在社交媒体X平台贴出两张图 并感叹地写道 如今已迈入21世纪 仍然有人会随处乱丢垃圾 甚至造成道路两旁都堆满垃圾 他为清洁工人感到委屈 感叹究竟这种恶性要持续到何时 尼可敏在X平台分享的图 是取自阳光日报Sanaharian 并分享该报的一则报道 此外尼可敏也在媒体群组向媒体表示 他已只是全国155个地方政府 向任何蓄意在公共场所乱抛垃圾的人士开罚单 并且不允许给予任何折扣优惠 不要再做垃圾虫 保持清洁是每个人的责任 阳光日报报道指 每逢佳节来临时 都会看到一些不负责任的道路使用者 把道路变成垃圾场的新闻 最近随手一抛垃圾 造成马路甚至是大到两旁沦为露天垃圾场的新闻 成为社交媒体的焦点 一名脸书用户Zack Yoke布分享的照片显示 从吉隆坡网话网声的大道 道路两旁因没有清洁而随处可见大量的垃圾 虽然已经再三提醒 但有关态度往车外抛垃圾还是没有改变 他指这就是一些自称有文化 有文明却没有功德心的人乱丢垃圾的心态 问题是他们为何依然这么做 为何不将垃圾收在塑料袋里 当车子停在道路或高速公路的特定地点休息站时 才将垃圾丢弃在垃圾桶呢 报道指 吉兰丹陆路交通局此前也发出警告 任何道路使用者 若被发现从车子里往外乱抛垃圾 可被罚款高达2000令吉或监近6个月 但这类的事件却一再重复发生 陆交局也建议民众 不要养成从车里往外乱抛垃圾的习惯 因为这会污染环境 并对其他道路使用者带来危险 但还是有人不听劝告